大家好,我是三毛教主熊掌 今天要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刷碎片上面的介紹 為什麼會這樣說,是因為我覺得說大家好像對於刷碎片沒有一個概念 只知道我要去三盒子裡面刷碎片,但是不知道什麼去有效的止損以及刷到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隨便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邊境之地可以刷四片,我先講我自己舉例 四片我會給冰璃,冰璃當作一個最大的輸出地位 他無腦刷到六星是沒問題的 再來賽外這邊會給三片 賽外的三片我會給我的指風,又是你們的雷輸出 因為他的輸出其實很重要,以及後面我個人覺得 三片要先給未來不管是打創命還是打流火都比較同用的角色 三片我會先這樣定義 再來就是剩下兩片,兩片我通常會給只刷到四星的角色 以及平均給予 因為絕角在獵星那邊會送三十片,剩下三十片除以二會平均十五天 平均十五天可以產出一隻四星的角色是不錯的 那我會先給夏侯儀,就是我們俗稱的火系輸出 這樣子冰、雷、火都有平均的提升 這樣才是最好的刷碎片方式 也是最好的投資 你們不要說今天刷了冰璃,又刷了風寒月 其實這樣是非常不划算,你這樣只有雙冰 那你到時候打火系跟雷系的輸出可能就不太夠 那這點可能要比較注意一點點 那刷碎片的一些概念給你們之後 我們來進入我做的刷碎片懶人包 啊,順便再帶一下一個概念 就是說,三星到四星是六十片 然後四星到五星的話是一百二十片 那五星到六星的話是一百八十片 那這個東西的話,我講一講你們沒有什麼概念 直接換算成時間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三星到四星的成長階段大概落在於十五天到十五天左右 算十五天左右就好了 算十五天左右 所以四星培養一隻四星出來的話 你大概只需要十五天到二十天之間 四星就會產出來 那你四星到五星之間是一百二十歲片 所以一百二十歲片要花大概一個月半 大概一個月半 那這樣子加加總總我們就簡單講好了 養一隻四星出現,三星培養到四星 大概需要半個月的時間 那如果你今天從三星培養到五星的話 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那六星的話是要幾個月的時間 六星還要在一百八十歲片 所以大概來講一百八十歲片 你還要再花大概頂多四個月 如果你今天刷四片的話 那只要三個月半 那可是如果平均不可能每個人都四片都可以產那麼快 那假設來講 培養一隻六星大概要四個月 培養一隻五星只需要兩個月 那怎麼壞算下來會比較划算 就是你們刷到五星之後就停 刷到五星之後就停 但是你可以培養三個五星出來 這樣子的比例划算會比較划算一點 這邊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刷到五星就停,不是一定要爆刷到六星 沒有,六星其實不划算 還有壞處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別人可以刷到五星的數量 會比你單刷一個六星的數量還多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萬一這個六星以後抽歪了 那價值感就會非常的低 就是你會心很痛之外 又只能去換那個課金商店的東西 心會很痛啊 好,碎片的部分帶給大家這個概念 再來進入我這個刷碎片排名的懶人包 我會以創命的角度下去跟大家分享 其實有兼顧著未來要接著刷超清黎幽這種PVP的角度 強勢主流角度的刷碎片概念 先講一下懶人包的部分 看左上角 左上角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先刷冰璃到六星 這個冰璃就是不用說的 然後輸出到五星就停 這邊剛剛前面有跟大家提一下刷五星的重要性 再來就是貪奶不刷 坦克跟奶媽就先不刷 瘋媽除次啊 瘋媽另外 反正瘋媽是另外的 那等曹沁跟李幽出來之後就抽爆 最後一個就是幫大家列出來 無明顯幫助以及是工具人的就先不要刷 那個幫助真的不大 那先把他不刷的人先講一下 第一個是英系跟黑龍 這兩個坦克基本上前期推創命是沒有太大的幫助的 你如果要刷坦克的話不如去刷古倫德 等一下會講下古倫德的部分 這兩個不刷 再來的話工具人的部分 通常工具人比方說黃斧森丹鷹 然後我們的大師兄 這三個基本上都是喊超絕 喊神銳的 基本上是喊神銳喊增傷的 這三個基本上是不刷的 那再來葛雲也是工具人 他最後五十五等的時候會給他一個大招 給增傷減傷 他也是工具人低薪就好 可以不刷 那進入我們的右邊男人吧 我屬性的話打雷創的刷碎片藍人包 第一個一定是給曹清 因為還沒有出 但是我還是要先血 一定是給曹清 那第二個 只要有單劍品的基本上都可以過雷創 可以不用後面這兩隻沒關係 劍品的重要性在這邊 但是如果你今天劍品跟夏侯儀都沒有 那如果只有寒謙秀的話 寒謙秀要刷 而且刷一刷之後 之後的流火PVP也是可以用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夏侯儀 夏侯儀是排到最後的 他也是我俗稱的什麼火勢 我在實況前有講嘛 火一超慶 火二陰劍品 火三寒謙秀 火四夏侯儀 夏侯儀的碎片是排到最後的 但這邊有一件事情蠻除外 就是如果你們今天是玩三色隊的朋友 比如你們是玩玄機 玩夏侯儀 玩冰璃的這種隊伍 夏侯儀的刷碎片 雖然是給兩片 但是夏侯儀的輸出可能要提高一點 因為你們打你打主線的時候 夏侯儀除了工具人之外 他還是有點輸出的 刷高沒有壞處啦 至少刷到五星嘛 刷高沒有壞處 畢竟你打主線還是需要他 你需要三色隊的法陣 你還是需要他輸出 所以他還是值得給碎片的 還是這邊跟他講一下 再來是冰屬性 冰屬性打火創刷碎片的男人包排名 第一個是冰璃 不多說 而且如果今天 今天你們只有冰璃沒有風寒月的話 還是一樣刷冰璃就好 不用特別去刷別人 冰璃單主席 冰璃單主席是可以過火創的 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配合風嗎 只要有風嗎 只要有風嗎 就好了 所以這邊是冰璃第一個碎片 冰1冰2冰3 冰2給風寒月 冰3給風媽 風媽好像你會有點疑問 風媽為什麼要刷 風媽其實刷不刷是無所謂 但是我把它擺在這邊 要告訴你說 冰璃跟風媽合作的重要性 他們兩個在一起的重要性 你可以沒有風寒月 但是你不能冰璃沒有風寒生 冰璃一定要有風寒生才能輕鬆當主席 當打火創 不斷的去做一個載動 去洗天賦這樣子 那風媽還是在提醒大家 風媽可以不刷 但是你風媽刷了也不虧 只是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擺在這邊 不要因為看了圖片說 三毛這樣講 但是我解說都有說 那再來是雷屬性的部分 雷屬性打冰創刷 所以變成藍能包排名 這邊的話 並沒有增益 我還是要把第一名搬給我們的木龍玄機 因為木龍玄機的戰陣打冰創還是太強了 所以我建議你們 木龍玄機如果有抽到 木龍玄機刷到五星是不虧的 再來是紫風 紫風雖然好像戰陣跟打冰創也是很強 但是呢 還是需要暴擊率 暴擊率還是搬給我們的玄機 暴擊率去破盾這件事情 所以紫風白了第二 但是如果只有紫風的朋友們 還是紫風刷到滿 像我一樣 紫風刷到滿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第三個我要給古倫德 古倫德的好處是在於說 如果你們有打 開始打冰創 你會發現 古倫德好像可以彈冰創 沒有錯,古倫德是可以彈冰創的 你們不用去想說 我今天要去閃那個單體招 不用 古倫德彈冰創的那一拳是很重要 很好用的 所以古倫德是搬給第三名 那第四個才是給我們的燕明龍 因為燕明龍其實高不高薪其實是無所謂的 燕明龍如果要打的話 都是拿閃幣去閃那個單體大招 燕明龍其實刷不刷是無所謂的 所以把它搬到第四名 好,以上的排名跟大家稍微的講一下 希望大家能好好地珍惜刷碎片的資源 以及記得還是要提醒大家刷到五星很重要 我這邊用紅色型寫一下 輸出到五星就停了,你們不要刷到六 甚至你們有些,比方說我下侯儀 我下侯儀,我下侯儀刷到四就停 然後我的玄機其實刷到四我也會停 因為我還想刷其他東西 以及我真的會預計說 潮信跟利用應該很快就出來了 我預計啊,台幅有台幅的進度啊 大家要好好注意啊 明天抽卡的影片 我會今天盡量的上線 跟大家分析一下你們要怎麼抽啊 好,以上影片,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